字幕提供 今天來介紹一下Z-Man的這隻冠軍蝦 那為什麼叫它冠軍蝦呢? 因為它在2019年 今年的Big Rock Sports Show上面獲得最佳淡水度牙設計的獎項 很厲害 那這隻蝦子承襲這邊的傳統 它也是納咬材質做的 展示一下它的材質 身體 納咬材質 不要看著熬這樣子細細的 那它還是納咬材質做的 熬的本體 也是 那我覺得這隻蝦子最好用的地方是在於 它 它會呈現一個自然的45度的動態 然後把兩隻蝦舉起來 這兩隻蝦是會浮的 在水裡面這樣飄飄飄 那這樣子的一個45度這樣子的動態呢 就很像是一隻仿生的小蝦子 就是小蝦子它受到攻擊或是驚嚇的時候 它會把它兩隻倒立起來 來做海區防禦姿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樣子的設計是非常好的 甚至不用住任何的操作 落水到底它就會呈現這樣的動態 我覺得很棒 再來 我們有發現這隻蝦子有一些問題 小小的問題 就是它很容易開空槍 那我們現在研究到現在的原因是 因為這兩隻蝦 對那些我們的目標羽種來說實在是太誘惑了 所以它們常常會只咬到熬 然後沒有咬到我們的身體 所以導致我們沒有辦法做勾 所以要記住 你在玩這隻蝦子的時候 你的開槍時機點要稍微往後延一點 不然假設說你今天對象魚來咬 因為你不知道你的對象魚是什麼 有可能遇到雷魚或是浮獸魚 或者是我們的鱸魚 然後如果你遇到浮獸魚或是雷魚來咬 它只咬到熬 然後你咬到你有感覺 然後你零秒時間你就開槍 那你一開槍 你運氣好 它整隻回來 那要差一隻嗎 它還是有可能會整隻回來 那你運氣不好的話 加上你用羊肝比較大力一點 那它有可能回來之後 它只剩一隻手 它就變羊過 那如果你運氣再差一點 那它兩隻蝦都沒了 那它就變成另外一種樣式的TRD蝦蟲 所以這個使用上要注意一下 再來 這裡面原廠針對這隻蝦子 它有設計的一個勾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面這邊 有一個鉛 附鉤這邊還是有一個鉛 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釣組的配置 在原廠建議來說 它們是用來跑軟結構 就是水操場的時候使用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這一個斜斜的造型 就是有點像我們一般使用的 德州的那個子彈牽 那就是為了要防掛用的 再來看到它的這個複鉤 它複鉤有一個造型的設計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這邊是窄的 再來是慢慢加寬 然後從側面再看一下 一樣是窄的 慢慢加寬 那這樣子的這個形狀的設計 這樣搭配這隻蝦子 它落水之後它會滑翔 它會滑翔 滑翔 伸入標點的時候 拼一波FreeFall的時候 我覺得是蠻好用的設計 那今天就簡單介紹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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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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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